Hello, 大家好, 我是 Lee三伯伯 欢迎来到Hi-Fi发烧台 之前我有拍过一些黑胶唱片的洗碟机影片 之后也有很多发烧闻到 到底这个超声波洗碟机好些 还是真空级洗碟机好些 所以今次我决定拍一条影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这两类洗碟机有什么意见 和讲一下它们各自有什么好处 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黑胶洗碟机有兴趣 那就不要走开就看下去了 还未开始之前 先多谢大家一直支持Hi-Fi发烧台 如果大家在看这条影片 还未订阅就快点订阅 因为你订阅后 就会有很多影音器材的测试报告 和CD黑胶的分享 另外还有发烧的家伙 不说这么多, 去片 为了今次拍一条影片 除了这部来自德国Losty的超声波洗碟机之外 我另外就问了我老友Hi-FiGearFeddy 借了这部同样来自德国Lessy的真空级洗碟机 这部超声波洗碟机 之前我也有拍片跟大家分享过 大家都可以看下底的连结 可以了解它如何操作 至于这部真空级洗碟机 今次我会简单介绍一下它如何操作 让大家未了解洗碟机的发烧 都可以先有一个概念 好了, 和大家看看这部Lessy真空级洗碟机如何操作 看到真空级洗碟机上高 有一个位置, 这粒的可以拿开 接着这个位置可以加这个药水 原厂也跟了漏豆 这个就是原厂跟来的药水 就可以在这里倒下去 倒入适当的份量 其实这个就不用倒很多 倒到刚好就可以了 接着就关上去 中间这个就是一个可以保护着碟心 洗碟的时候压下去 首先拿黑胶出来 原装中间的窄 基本上是用重量来扎住这张碟 而且旁边有些胶边 扎了下去之后 就算有水走到中间 也不会弄濕碟心 首先把上高有灯的按钮 按着它 按着了之后它便会自己转动 接着就把这个掃放在黑胶上高 而且这个掃的特点 它有一个毛和一个像牙策那样掃 可以有不同的清洁方法 而且这个掃是会有些浮动 所以它不会直接压死在碟上整花一张碟 当你放下去之后 接着你就可以按下这个按钮 就下药水了 下药水其实是由你控制的 其实你把药水刚刚去到整个碟面有 就可以了 就不用太多了 接着它便会顺时针和逆时针转 转到这样一刻 它清洁了一够 接着上高这盏灯便会闪动 那时候代表可以放在掃内吸入药水 大家看到它又会转逆时针、顺时针 不断地转 而且看到这盏灯开始闪动 这代表可以吸走药水 首先把这个掃拿起来 接着这一边就是泵 其实这个泵会自己开动 只要你一放下去 就会自己吸入药水 以及吸干一张碟 它亦会顺时针和逆时针转动 会吸得比较干净一点 而且它会自动停 不需要用任何人手去控制 那便开始停 便可以把这个掃拿起 按多次上居这盏灯 这部机会停止转动 拿起窄 看到这张碟片洗得很干净 当提到这个超声波洗碟机 和这个真空级洗碟机的比较 大家通常都会问到 哪一样会洗得干净一点 其实两款我都有用开 坦白说 我觉得两款如果大家操作正常 其实两款都一样可以洗得很干净 那其实怎么去选择呢 我觉得最主要看大家的洗碟习惯 如果大家比较上一次过洗很多张碟 我觉得超声波就比较好一点 但如果大家是洗得很密 但每一次洗的碟不是很多 我觉得真空级就比较方便一点 因为超声波洗碟机 它每一次洗碟 都要用一缸的蒸留水 或者加了一些药水到蒸留水里面 那变成你一次过洗很多张黑胶 把那一缸水洗脏了 然后就不要 不用保存它 这样就会方便一点 而且这样会省一点 所以我觉得这个超声波洗碟机 一次过洗很多张黑胶 它就比较好一点 相反了 这个真空级洗碟机 因为它每洗一张黑胶 都是用了一定数量的药水 所以你洗两张三张 看少数量 这个就会比较好一点 那说到洗碟水 刚才提到这个超声波洗碟机 它每一次都要开一缸蒸留水 或者开些药水去洗碟 那变成那些洗碟水 它要循环再用 所以当你洗碟的时候 你就可能要数着洗碟的数量 或者要留意着那些洗碟水 有没有变得骚髒 这方面就比较麻烦一点 相反这个真空级就不用了 因为它洗骚髒的水 它都会吸走 不会影响到原本的药水 这方面它就比较方便很多 那超声波洗碟机 有一个最大好处 它可以一次过洗两面 不像这个真空级 洗完一边 又要洗另外一边 而且很多时候 有些很骚髒的黑胶 你就担心当你洗一边的时候 骚髒的那边 整个骚髒的表面 当你再反过算的时候 洗干净的那边 又被它整个骚髒了 当然了 其实真空级也有些高级型号 可以一次过洗两面 不过价钱又贵了 其实我也还有一个解决方法 大家可以拿一些 唱片的内套 剪个洞 就套下去 摘在上高 不怕弄髒了这个面 可以一个比较便宜的解决方法 虽然这个超声波洗碟机 可以一次过洗两面 但如果计这个洗碟的时间 真空级洗碟机 就算分开两边洗 都会比超声波 再加上如果这个超声波洗碟机 有吹干功能 那个洗碟时间 一定比真空级会慢很多 而且就算有吹干功能的 超声波洗碟机 很多时候 吹完之后 都会有一些水珠 留在黑胶碟面上高 一定不及于真空级吸得那么干 所以这方面真空级会比较好一点 真空级洗碟机有一个不好处 相比这个超声波一定比较吵一些 加上今次Losty洗碟机 其实它只是有清洗功能 所以相对来说是相当静 变成一路听歌一路洗碟都没问题 而且这一部真空级洗碟机 其实里面已经加了很多吸音棉 和整个机身都相对很扎实 其实它都比起以往的真空级洗碟机 静很多 但是相比来说 这个始终都要吵一点 如果大家比较喜欢玩一些 比较上旧一些的二手碟 可能发光的碟 我觉得超声波就比较好一点 因为首先它可以一次过洗两边 第二它的洗碟原理 它是用一些超声波 振一些很小的气泡 去打到黑胶的表面 变成那些槽里面 很深入的污漬 它都会清洗出来 相反这个真空级其实都可以 不过除了一些很脏的碟 你就可能要多洗两次 才有同一样的效果 如果大家是玩这个新碟 或者没那么脏的二手碟 当然了 真空级就会好一点 因为始终它比较快一点 和方便一点 虽然今次这部Lessy的真空级洗碟机 都比以往同类的洗碟机 省位很多 不过相比起这个超声波 都还是大部很多 所以如果大家在家里 没有什么位置去摆这个洗碟机 可能超声波就会好一点 但我觉得如果真的有地方摆 真的摆定了一部真空级洗碟机 说洗就洗就相当之方便 因为始终超声波洗碟机 好像真的要开弹才能洗到碟 那真的有点麻烦 超声波洗碟机还有一个好处 当你设置好之后去洗碟的时候 洗碟的过程 你基本上不用管它 就算洗完之后 你都可以摆在这里 到你有空才拿出碟 但相反 就像今次这部洗碟机 其实它都叫半自动 但是洗碟的过程 其实你都要有少人手操作 所以要一路洗碟一路看着它 相对来说 这个就比较方便一些 好,最后来一个总结 其实这两类洗碟机 各有好处和不好处 真的要看看大家的洗碟习惯 以及大家玩哪一类黑胶 选一个适合你的洗碟机 所以真的没有最好 只有最对 大家可能会问我 我会怎样选 可能我说出来你就会骂我 因为我最后的答案就是 最好两样都有 而且实际 其实我两类洗碟机 我都拥有 我觉得这些黑胶 如果拿这个超声波洗完之后 再放进去真空吸再洗 那张黑胶就真的完全干了 而且播出来 真的极少炒豆声 所以我觉得真是如雨虹掌 最好就可以兼得 好了,今次分享就到这里 大家记得CLS HiFi 发烧台 和最好按下的Superfans 给一些实质支持我 实质鼓励我做多些比较的影片 下次见